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每样东西都有它的磁场 而磁场对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如果想要家里的财运越来越好 那么万万不要小看风水对人的影响 特别是一些小的东西 它所放的方位不同 对家里所起的作用也不同 像门口这个气场进出的主通道 家人放上几样东西 财气都会越来越旺 有钱人都知道 不少朋友会在门口上挂一些装饰品 比如说水晶莲 这样看起来家里就更加好看 水晶莲就如同水莲洞 对家里有庇护的作用 能招财避邪 把它挂在大门口或是过道 一旦有邪气想进入 就会被水晶莲给遮挡住 而且还会吸引好运跟财运进门 再穷的人也能越住越富裕 二 鞋柜 每家每户都有的鞋柜 如果你家没有的话 那就赶紧买一个放门口吧 从生活上来说 这样进出门方便换鞋 而且鞋子上的晦气 也不怕被带进家里 特别注意的是 鞋柜要放在门口的右方位 因为这个方位上有白虎作证 能保护家人平安健康 还能吸引财运进门 给家里带来财富 三 门店 室内的环境卫生离不开门店 一来方便我们换鞋的时候垫脚 二来能阻挡灰尘和泥沙不进入家门 从风水学上来说 门店有遮挡煞气的作用 使家门口遇到不好的气体 就自动被遮挡 而有财运 福气等气体 就会敞开大门 但要注意的是 门店要放在东西方的位置 而且要用红色门店 这样家里的好运和财运 才会红红火火 小提示 家里的门不能太高 并不是越高就越气派 门太高的话 家里人容易眼高手低 而且还会招惹邪气进门 所以门的高度要低于天花板 不然家里人丁会很稀疏 另外 门挤闸之间最好不要相对 特别是邻居家的门 这样很容易使家里的好运 被对方吸收 这样家里就会越住越穷 卫生间风水也与我们家人的健康 运气有一定的关系 这里为大家整理了不好的卫生间风水 如何化解 教您如何布置好的卫生间风水 风水问题 相信则有 我们在装修卫生间时 还是多多注意 能避则避吧 一 厕所不宜开在东北方 在八卦中 房子的东北方位是梗卦 梗卦是代表家中未来20年的运势 这个方位有卫生间肯定不好 对家人的身体 事业或者是财运 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我们知道卫生间一般是不能动的 只能化解 因此 家中这个方位上有卫生间的 可以在卫生间内 挂一对经过开光的植物活路 进行收集化解 二 厕所不宜开在西南方 在八卦中 房子的西南方位是昆卦 昆卦是代表家中女主人的资讯 这个方位有卫生间肯定不好 对女性的身体 事业或者是夫妻关系 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我们知道 卫生间一般是不能动的 只能化解 因此 家中这个方位上有卫生间的 可以在卫生间内挂一对经过开光的植物活路 进行收集化解 三 厕所不宜开在西北方 在八卦中 房子的西北方位是前卦 前卦是代表家中男主人的资讯 这个方位有卫生间肯定不好 对男性身体 事业或者是夫妻关系 都会产生不利影响 我们知道 卫生间一般是不能动的 只能化解 因此 家中这个方位上有卫生间的 可以在卫生间内挂一对经过开光的植物活路 进行收集化解 五地钱币鞋 旺财 镇宅 化煞 一 中国古代民间一直有用古钱币取鞋的习俗 实在 将方孔通宝前布居大小 以红线悬于井间 去通钱利经万人之手 会及百家之洋气 可抵御鞋碎鬼魂 二 增加自己的运气 不妨试试在大牌时代上 赢的机会较高 把五地币用意示封包妥 然后放入钱包或手袋之内 便能增自己运气 三 帝王前画开口煞 屋宅大门 直冲电梯 停车场 马路 向下 向上楼梯等 皆为开口煞 移在进门处和厕所门 吊挂一串 予以化解 四 大门挂五地钱 铜钱 外缘内方 外缘代表天 内方代表地 中心的皇帝年号代表人 天地人 三才具有 因此具有扭转乾坤的能量 性刚 五行属精 铜制吸收气场的力气 比金银都好 因此 铜钱具有极强的化解煞气的效果 五 厕所门上挂铜钱摧财 悬挂安置于宅中财位处 亦可放置在金库保险箱中 六 大师教你民间偏方 五地钱主要的功能是用来化解风水上的煞气 如不知道家中的煞味 可放在大门口的门槛或地盏下 以保平安 七 五地钱悬挂放置于住宅内的财位处 或是放置在金库保险箱中 有催财之效 今天就讲述到这里 如果喜欢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 我会更加努力 做出更多优质视频 祝大家生活美满 家庭幸福 下期再见